我们今次讲到 在耶稣降生之前 一千年已经预言到耶稣被登十字架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简单 而又清楚的预言 能够很肯定证明神是真神 这个对于我们传福音和建立灵明 都是很有帮助的 登十字架 我们通常想到左上角的图 也挺漂亮的 想到耶稣的样子被钉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右边右下角 你就看到是非常难看的 其实是在圣经 即是在记录 根本他们将人的衣服脱了 那些人死得很惨 亦都是波斯和希腊和罗马 他们是集体把他们的囚犯 或者一些犯罪的人 集体钉十字架 其实是死的情景是很惨的 其实是很被羞辱的 这个是很长时间挂在十字架上 又很痛苦的 这个经文预言就是在诗篇二二篇 是大卫在主耶稣一千年之前 预言 但是那时没有钉十字架 这个存在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 那时是没有钉十字架 这个东西 那大卫怎么知道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 为什么会知道呢 而形容 这十字架是形容得很细致的 是说出的内容 都是跟这十字架有关的 诗篇二二篇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经节 就算你练不了 你找回圣经 找回诗篇二二篇 你可以找回这几节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 诗篇二二篇 诗篇二二篇 第十四节开始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心在我里面如蠟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血泪围着我 恶党围扰我 他们扎你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他们灯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黏溝 这个经文在十六节那里 讲得最清楚 就是扎你我的手我的脚 将手和脚刺穿 这一样东西就是 在全世界的刑罚 只有钉十字架才是这样的 将手和脚钉穿 然后其他形容的细节 是真的钉十字架才会发生 而在其他判死人的方法 是不会发生的 第一就是如水被倒出来 就是身体的液体好像没有了 就是整个人没有了水分 譬如很多刑罚 斩头 开枪打死 或者其他的刑罚 都不会慢慢的血流了 是钉十字架才是慢慢流了 所以这个经文就说 如水被倒出来 好像水那样被倒出来 然后骨头都脱了节 首先我们知道诗篇是诗句来的 不是用一个literal 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 而是用诗句的方式 就是说到 因为吊在十字架上很痛 很长时间吊实了 所以骨头好像脱了节 就是这个感觉 好像骨头那些节 那些关节都会脱的感觉 那我心如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就是说在 因为慢慢没有血了 他人没有精力了 没有精力的时候 整个人的心 好像蜡烛那样 融了 就是没有力了 越来越没有力了 因为其他的死刑的方法 很多时候是很快去死的 所以就不会慢慢如蜡融化 也都不会慢慢的水流出来 我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就是整个人都没有精力了 没有精力 整个人都干了 那这个是 那些血流了的情境 我舌头贴在牙床上 就是那条舌头呢 因为很干了 大家如果试过 行山啊 旅行啊 很干的时候呢 那条舌头是很干的 那它干到的程度 是比我们行山更加厉害 因为我们行山 整个人都没有了水 那当人没有了水的时候 那条舌头就很难移动了 所以舌头贴在牙床上 那然后呢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程度中 是死亡的 那这个经文很特别呢 就是大卫 用过我字的 但是大卫从来没有这些事发生过的 从来没有被人叮十字架 死了 就是被人判死的 他是自然死的 那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特别的 那我稍后呢 用另一个经文给大家 大家看到个原因 为何用过我字 那这里呢 就是说 钉他的手 但是他从来没有试过的 那他也没有被人杀死的 十六节 犬类围着我 恶党还原我 就是那些 不信的人 那些邪恶的人 围着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刺穿我的手和脚 骨头我都能数过 这个也是一个诗句 因为呢 整个人 那些骨头都很痛 所以好像能够数到 感觉到 譬如如果大家 譬如你现在坐在那里 如果你腰骨痛 你就留意到腰骨痛 譬如你脚痛 你就留意到脚痛 譬如你又冷花 你又耳朵鸣 譬如你几样东西 那你就会感觉到 腰骨又痛 腰骨又痛 腰又痛 眼又花 耳又鸣 那你就会记得 那四个地方 那全身的骨头都痛了 所以就感觉 好像整身的骨头 我都能够留意到 都数到的 他们灯着眼看我 就是说很多人围着的 这个判死人的方法 是不是 就是 是很多人在那里围着的 看着我的 那然后呢 最后这个细节 也都很重要 就是分我的衣服 和为我的女衣 黏勾就是抽签 那因为呢 在全世界判死刑 都是穿着衣服的 公开的死刑 是没有什么死刑 是公开的死刑 是除了衣服的 但是钉十字架 就真的将他的衣服脱了 那所以这个大卫讲到 他们脱了我的衣服 为我的女衣黏勾 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 在大卫身上 但是这个呢 就是在耶稣应验 在耶稣身上应验的 那为什么会 大卫用过我字呢 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 薩摩尔记下七章十二节 当大卫和神说 神啊 我要为你起圣殿 神就很欢喜 但是神叫他不要起圣殿 不是他可以起圣殿 但是呢 他就应许他 他的后裔 将来的国位 是永远建立的 薩摩尔记下七章十二节 一起读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触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十六节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留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那这里呢 就讲到呢 神就会使你的后裔接触你作王 当你受数满足 和离世之后呢 我就使你的后裔接触你作王 我也都会坚定他的国 其实如果所罗门和以后的犹大王 都听神话呢 他们的国到今天都会很强盛的 但很可惜 就是他们不听神话 结果呢 在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 他们是亡了国的 所以这个经文就没有应验在地上的王 就应验在哪一个王呢 就是耶稣 耶稣不是世上的王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是天国的王 就讲到这个后裔呢 保罗就讲到这个后裔是单数的 就是讲到耶稣这个人 他应验了这个预言 所罗门应验不到 所罗门的后裔 大外的后裔 地上的后裔都应验不到 唯有耶稣基督神的 神的儿子降生做人 亦都是大外的后裔的 那他的国位是到永远的 神呢 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耶稣呢 被人称为大外的子孙 因为他们等候这个大外的子孙 将来呢 就会有一个永远的国度 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那些人呢 奉主明来是应当称重的 大外的子孙是应当被称重的 就是他们一路称重大外的子孙 就是他们等候这个尼塞亚来到的 那所以呢 当我们这样想 这个耶稣 对不起 大外 他的后代是耶稣 但耶稣呢 其实在他知先已经在了 已经存在 永远都是神来的 那然后呢 但他在肉身上是大外的后裔 那就是说他是从大外而出的 那某程度呢 就是 就是 好像大外呢 就是和他有份那样的 也都有另一样的就是 大外当时呢 其实是经历了一个 异仗 就是他在异仗中 他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叫他去经历到钉十字架 他都可能都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在法梦的时候呢 会经历到这个钉十字架 哇 他钉了我的手啊 哇 很痛啊 那些血流了 就是在上高那里 哇 那些血流了 在个法梦之中 或者在异仗之中 那些血流了 哇 骨头好像会掉了 那样 那心又没有力了 全人都干了 舌头又不能动了 然后被人钉死了 那些个人就围着我 他们就刺穿我手 我的脚 那些骨头呢 我都能够数过 然后呢 他们个个都看着我 那些衣服就被人分了 就是 所以大卫呢 在这个梦中 或者在异仗中 就经历了这个 所以他就有个我字 但是这个我呢 就是说到将来他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呢 就是他 神应许他将来他的 各位到永远呢 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那所以呢 就不是应验在他地上的子孙 那是应验在 在熟灵的子孙 就是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 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拯救我们 那所以这个预言呢 很特别就是一个隐蔽的预言 隐蔽的预言 隐蔽的预言呢 但是很准确 那 为什么隐蔽的预言呢 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 有些人会这样讲的 有些理论 他说呢 旧日就写定耶稣是哪个 耶稣又钉十字架 那于是呢 到时到后呢 他就找个人出来 这个就是 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神的儿子 他现在钉十字架 那就应验了 就是有些人会这样 就说呢 圣经的预言呢 其实是 如先 安排的 圣经说了他安排 但是圣经呢 就特别用这个方法 用一个隐蔽的方法 所以当时的人 根本都不知道 这个 不知道这个预言应验 那些 宗教领袖呢 其实是特意想杀耶稣的 他完全不是想应验这个预言 让人们相信 这个耶稣的 就是有些人就说 基督教呢 就是这样 你们呢 就制造了一个尼赛亚 其实呢 就不是一个尼赛亚来的 不过是一个好人 有传说 就是那些人说呢 其实不是真的 就说他行神迹 然后呢 哇 他还钉十字架 但是应验预言 但是他说 隐蔽预言 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根本呢 那些人都不知道 将来 基督是会被钉十字架 他不知道的 因为大味道的我字 那当时大味道都不明白 为什么 那耶稣当时的人 也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应验 这个预言 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看的圣经都看不明白 都不看得明白 但当他应验的时候 咦 看一下 刺穿手和脚 他的血又流出来 那些骨头又好像要脱掉 那样 没有了精力 那些恶人又围着他 刺穿他手和脚 还有分了那些衣 哇 这些细节全都有了 那这个分的那些衣 因为全世界判死完都会穿衣 但是呢 这里是脱了衣 那他看到 哇 原来大味一早已经说了 应验的时候才知道 才知道 才知道原来 这个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界上被钉十字架的 而当时的人根本是敌党他的 那无论从圣经的记录 和历史 当时的历史记录 也是当时的人 是敌党耶稣的 他们把基督徒捉了去判死刑 这个是历史记载的 所以他们就知道 真的呢 这班人不是製造一个尼赛亚出来 他们不是製造一个尼赛亚 让人相信这个就是救主了 他们根本是想杀了他的 但结果呢 原来这个才是尼赛亚 那有些人呢 传呼音 向一些尤体人传呼音 他就给他看这个经文 他看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不是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就是这样 他另外看二赛书五月三章讲到 基督神的仆人为我们而死 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得到平安 又能够服我们的罪 还有呢 因他受到鞭伤我们得医治 那有些人说 这些是不是新约圣经 他说不是啊 这个是你们的旧约圣经来的 旧约圣经里面 讲到这个寓言这个救主 就是他们很多犹太人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得到呢 就是圣经一早已经说定 耶稣会被钉十字架 并将他的情景形容出来 而用个我字呢 是一个隐蔽的方式 让人不知道 预先知道有什么发生 如果预先知道呢 那些人呢 就是会这样 就是当时会有人这样说 喂 他行那么多神迹 是基督来的 圣经说了 大胃的子孙 基督是会被钉的 那我们不可以钉他的 就是他们会这样 会看到圣经的经文 他看到圣经语言钉十字架 他说 哇 那我们不能钉他的 这个语言呢 是特别隐蔽的 让人呢 是应验才知道 那也都隐蔽呢 也都给我们看到 那么详细 那么清楚 说到钉十字架 给我们知道 这个真是神的启示 也都给我们看到 就是神真是掌权 神真是华士的 好了 我这里有个图 在主前一千年 就是左手边 一千 四百多年之后 的预言 四百多年之后 才有的钉十字架 就是预言 还是钉十字架 大家看到这个公园 然后耶稣钉十字架 在主前一千年 就是大卫预言到钉十字架 然后呢 五百多年的时候 波斯人就发明钉十字架 他们就用钉十字架的刑罚 将那些囚犯钉死 但是呢 预言到那时候 是有四百多年了 四百多年之后 才有的预言 但是他怎么会知道呢 就是圣经怎么知道将来 耶稣 就是大卫的子孙 是会钉十字架呢 还有有钉十字架这个刑罚 他怎么知道呢 那这些细节呢 都是给我们知道 就是圣经真是知道将来 发生的事 知道 会有钉十字架这回事 也都知道呢 是 就是说 这些事情呢 应验呢 就是神的计划来的 这个是当时来说 他们没有什么想象到的 好了 那在这个 钉十字架的刑罚呢 去到什么时候没有了呢 就是主后三三七年 君士坦丁大帝 罗马的大帝呢 他呢 就记载说 他见到天上有依障的十字架 那他就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呢 就将基督教列为 中 罗马的国教 不过 带来不好的后果 为什么呢 那些人就霸着做主教啊 做神父啊 就变成了一个国教 反而不是那么好的 反而之前呢 他们受迫巴 那些基督徒是真信耶稣的 后来就变成了 有真有假在里面了 也都有很多神职人员呢 其实不是真的有心事奉神的 那他呢 因为他想耶稣 他将十字架毁了 这个钉十字架的刑罚 那所以钉十字架的刑罚 只是有八百年的时间而已 而在这八百年的时间 耶稣就来到了 其他 还有其他预言的 我将来还会再讲 多些其他预言 就是 在指定的时间的范围之内 耶稣来到 有些时间还更加紧密的 尤其讲到圣殿重建 一重建好 耶稣就来 跟着呢 耶稣之后 一个世代 就被毁灭 那时间更加紧密的 那这个有八百多年 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耶稣就是 这八百多年的时间 来到 就被人钉十字架的 那就是这里 我将内容解出来 也都在你们的WhatsApp那里传了 这个预言是大卫写的 大卫写的 大卫从来没有被人刺穿手脚 也没有被人分外衣和女衣 也没有被人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那他这个预言 仍然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 所以当时大卫应该在灵里面 经历到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就将这个经历写出来 当时呢 尚未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四百多年之后 波斯人才用钉十字架 那圣经已经预言定 耶稣会被钉十字架 早已经说定了 并且他的衣服被人分 内衣被人抽签 黏溝 那血好像水流出来 骨头脱节 心脏因为缺乏血的缘故 就好像立溶化 精力因为没有血就枯干了 全身缺水 所以舌头难以活动 那就贴在牙床上 那大卫为什么用个我字呢 这个是一个隐蔽的语言 未曾应验的时候 人不知道是语言到基督 到应验的时候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 才发现经文很清楚 形容到钉十字架的情景 而大卫从来没有这个经历 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 他的后裔的国 会永远坚定 所以他就用个我字 大卫在世上的后裔 因为继续犯罪了 所以失去了以色列国 他们继续犯罪了 但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 直着死拯救无数的人 就建立了神的国度 神的国要传到永远 所以诗篇22篇就好像大卫的后裔 耶稣直着大卫 讲出他的经历 就是耶稣讲出他自己的经历 在诗篇22篇透过大卫的口 因为大卫是他的肉身的祖先 所以他的我字就是大卫经历到的 来形容出他被钉十字架的情景 这个语言证明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圣经是能够预知将来发生的事 叫我们可以知道圣经是神的说话 叫我们全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和全心遵从他和爱他 这个当然有简单和复杂 如果你向一个人 他说比较知识强的 那你就从他看经文 如果他不是那么强 你就这样讲到 在耶稣之前一千年都没有钉十字架认罚 大卫已经知道将来会钉十字架 但他怎么知道呢 他怎么知道他的后代将来就会被钉十字架呢 而这个真的是应验 又说出衣服被人分了 血又流了 就是我们简单的讲过经文 血又流了 衣服被人分了 大部分的公开刑罚都是穿衣服的 为什么他这个刑罚是没有穿衣服 而圣经一早知道 全世界都没有公开刑罚 是脱衣服的 是钉十字架才会这样 我们就看到圣经真的很清楚 说明将来的事 并且还有很多其他预言 我们知道圣经可靠 我们会不会相信这个真神 因为你相信那些不可靠的神 比如对比之下 其他宗教他们那些经典所说的 是很多问题的 很多地方是证实它是错误的 譬如很简单 我会加一点点 譬如佛经 佛经它讲到这个世界有四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红色天、红色海 一个地方是蓝色天、蓝色海 一个是黄色天、黄色海 一个是银色天、银色海 它就说人是住在蓝色天、蓝色海 如果你听话 你投胎 你将来到那些地方住的了 黄色天、黄色海、红色天、红色海、银色天、银色海 但其实是没有那些地方的 他们都说那些地方那些人种树 就会生什么出来 所有的食物、衣服、衣服 和一些傢俬都会在树上生出来 那也是没有这些事情的 那他也都讲到 因为那些人不听佛经 那他们一百年就矮一尺 佛经多次讲这件事 一百年就矮一尺 矮到几矩呢 一尺高 那些人变得一尺高 那他们就悔改了 就遵从佛经了 那一百年就矮高一尺 高一尺高到几高呢 高到比最高的大厦更加高 高到好像蓝瓶那样高 如果蓝瓶一离开水面 有什么效果呢 蓝瓶一离开水面 是没有人移动的 如果人像蓝瓶那样 蓝瓶更加长 更加高 根本是移动不了的 那么重 就是手好像大厦那样重 我们骨头能承担那么重 是承担不了的 所以他讲的东西呢 根本是一些神话故事来的 是没有根据 而佛祖呢也都说 他又不是说他是神 他只是一个老师 但是老师呢 就讲了一些故事呢 就是古灵精怪的 也都讲到一个一角仙人呢 很奇怪的 就是那些故事呢 我都觉得很奇怪的 其中一个讲到呢 一角仙人呢 他呢 就先看一下那个故事 怎样了 他怎样生出来呢 就是呢 是非常的奇异的 就有一只 我需要再想一下 大约是 有一个男人的精役 就上一个地方 就是鹿从来 不知吃了精液又怎麽 生了一角先人出來 這個人是什麽人呢 為什麽奇怪的故事呢 也有其他的地方說到 有個王的兒子 這個兒子有個王給五百個彩女服侍他 為什麽佛經說這麽淫亂的事 五百個彩女服侍這個王子 到底這些是什麽來的呢 但通常人去佛堂從來都沒有聽到 為什麽我會知道這些 我上網下載 還有我去過佛堂 可以簽名 拿下資料 借佛經回去看 我不是逐句看的 納納納納納納納就抄 找到什麽拍了一張照片 我就拍了一份文件 就是將它裏面那些問題的地方拍出來 我們就看到 哇 和聖經是完全不同的 聖經是充滿證據 是很肯定的 但人就不喜歡聖經 因為聖經叫人悔改 離開罪遵從神 人就不喜歡 人就喜歡什麽都求佛 但其實現在求佛那些 就不是佛教來的 佛教是什麽呢 是看破紅塵 那些人不喜歡 看破紅塵 什麽苦惱都沒有 不要追求什麽世上的私欲都沒有 那你就沒有煩惱了 這就是佛祖的觀念 但現在根本佛教不是這樣的 是有小聖佛教就是這樣的 大部份的佛教不是這樣的 大部份佛教是追求佛祖祝福祂 去拜 這個其實都是跟佛教完全是不相同的 這些給我們看得到 完全是沒有聖經那種的權並 好了 《福音聖查經》 那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是一個事奉操練課程 但有些人說 哎呦我未到位 不要緊要 慢慢學習 那你今天你忘記了這麽多 你記得一件事 聖經一早在耶穌之前 一千年 一千年 記不記得 應該記得了 已經說定 耶穌會釘十字架 那些三天除了 記了兩個細節就可以了 那些血流了 一早說定 他怎知道呢 這個就是神的啟示 那神這麽真 你想不想信耶穌 耶穌祝福你 那麽簡單去跟人說 讓人知道 這個神是 知道世界會發生的事 將來世界是末日的 耶穌會預備一個天堂給我們的 將來我們可以有永生的 但如果沒有得到耶穌謝罪的人 他們要面對他們的罪的刑罰 是進入永遠的地獄 是很慘的 因為人有罪 神是很聖結光明 他有慈愛又聖結光明 他聖結 他就不容忍得任何罪 所以任何的人 幾好人都好 他都一定有罪 有罪 在神眼中 都不可以來到神的路 因為神是極度光明 所以唯一一個方法 耶穌救我們的 那些世人 他有罪的時候 他永遠都去不到神的路 他永遠受罰 罰完都是去不到神的路 因為他都是沒有聖結 是一定要靠耶穌的補血 才可以來到神面前 那你想得到耶穌的救恩呢 那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 帶他去信耶穌了 好了 寬陰性查經討論問題 有什麼刑罰是刺穿手和腳呢 普通人來說是想不到的 那可能有些見過十字架 他會想到釘十字架 那被 通常人判死刑的時候 都會穿著衣服 有什麼刑罰是 判死刑的時候 那些衣服是脫掉的呢 那這個是 如果他知道的話 他知道釘十字架的時候 會脫掉衣服 那如果他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告訴他 那有什麼死刑 是會 血流了 通常來說都沒有的 通常來說都不會說 等到那些血流了 那些骨頭好像脫掉 那樣 好像一吊著他 才會脫掉 好像脫掉那樣 那些力沒有了 被那些惡人圍著 看著他 然後刺穿他的手和腳 和分衫 是世上沒有這樣的刑罰 除了釘十字架之外 那大衛怎樣能夠 預知耶穌會給人釘十字架呢 那你相不相信 神賜給大衛能力去 他預言耶穌會給他十字架 他怎知道將來他的後裔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知不知你自己將來怎樣離世 知不知呢 我們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你兒子子孫怎樣離世 都不知道 一千年之後的子孫 你知不知怎樣離世 更加不知道 但是大衛會知道 一千年之後他的後裔 是將來會這樣釘十字架的 那這個真是很特別的 那這個真是神給他的能力 就是怎樣 為何耶穌為我們被釘十字架 為何他是神的兒子 為何要為我們釘十字架呢 就是因為他是愛我們 同時他是聖結的 他不可以容忍罪 所以任何人的罪 人人都有說謊 生氣人 想不好的東西 有污衛的思想 有不見光的行為 每個人都有的 那所以呢 神一定要罰 但他又不想罰 很疼我們 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是耶穌為我們釘死了 受了這個刑罰 第六 就叫一切信他的人 就能夠得救了 因為他為我們受了這個刑罰 就是好像有 比喻好像什麼呢 譬如你剛忘記帶錢去喝茶 喝完茶才發現已經沒有銀包 那剛好見到一個朋友 那你跟他說 沒有銀包 那個朋友好人 不要緊 我請你吃了 請你吃完之後 你出門口的時候 你是可以光明正大出去的 已經給了錢了 那耶穌為我們負了罪的代價 我們光明正大去進入天國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負了罪的代價 第六 有沒有人肯為你受這麼痛苦的死命呢 其實很簡單 有沒有人肯為你受很大的苦 不用說什麼大苦 有多少人肯幫你搬屋 沒有 很難 有沒有人肯呢 將他的家屋給你住 很難 他的命還給你 有沒有人肯呢 是沒有人肯的 並且他不是普通的死 他死得很慘 有沒有人肯呢 是沒有人肯的 但是耶穌就是愛我們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這麼愛我們 所以你想不想耶穌救你呢 耶穌這麼愛你 真的可以經歷神的愛和祝福 不過 由建立靈命 就可以用回以上的問題 因為這個 和信耶穌的人都可以類似的 但是加上兩條問題 有沒有人願意為你受這麼痛苦的刑罰呢 那顯出神對我們的心是怎樣 你願不願意回應神的愛呢 即是有沒有一個人 就算基督徒 就算你父母 他肯為你犧牲多少人呢 是其實有限度的 也都人的能力有限 但是神為你捨棄這麼多 那你想不想 即是感謝神呢 去回應他呢 去愛他呢 那第二 當你回應神的愛 神會怎樣對你呢 就是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會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體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和整個生命都祝福了 所以你聽神的話呢 是最好最好的祝福來的 那待會呢 就在這個分組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操練了 操練去應用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 第一方面我們是一個崇拜 我們都同時有一個 事奉操練課程 事奉操練呢 就是現在跟著這個部分 就是會一起去分組 去操練去講 其實可以超過一個人去試一下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內容未必很長 不用很長的 就是問那個人 關於這個 有沒有人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死刑 為什麼耶穌會肯為我們受這個刑罰 這樣去幫他思考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有不同的人都可以操練的 那就 有些情況之下呢 我想講講 如果剛剛你的組 幾個人都想講 一個方法呢 就把組分了兩個 就行 一個看情況 那我們一起站起來祈禱 我們多謝天父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這麼愛我們 你差異耶穌為我們釘射一十字架上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神你是慈愛 你有聖結公義的 所以世人不明白 為什麼一定要悔改 一定要贖罪才可以得救 是唯有聖結的神 和慈愛的神 才會 才能夠為我們預備這個救恩 並且一定需要有救恩才能夠救我們 不能夠就這樣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耶穌你真是受很大的凌辱 並且是從天父分離 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 承擔世人的罪 承擔一切的奏助 所以耶穌在十字架上說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 就是他說 神為什麼你離開我呢 因為神的震怒在他身上 神的奏助在他身上 我們多謝主耶穌為我們 承擔一切的罪 一切的奏助 一切的刑罰 叫我們能夠脫離罪的刑罰 能夠得著永生 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遵從你的旨意 回應你 愛你 被主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企圖 לא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